台湾黄金羽球男双组合林洋配挥出奥运传奇 在巴黎奥运过关斩将 不仅摘下金牌更是缔造二连霸意义非凡 台北市政府也第一时间推出系列庆祝活动 王麒麟 李洋 你们是我们的骄傲 羽球男双项目由同一组合产联两届奥运金牌 这不只是中华队时尚的第一次 更是奥运时尚的第一次 不只是台北市 全台湾全世界都在为林洋配大声的喝彩 麒麟是来自台北市的选手 我要特别宣布台北市政府要加码 我们要在既有的273万奖金的基础上 再加码300万的奥运金牌连霸专项奖金 另外幕后辛苦的教练也会有加码的奖励 我代表台北市民向林洋配至上最高的感谢 另外我也要宣布 我们要在台北市打造世界级的国际羽球馆 这其实不是一时的决定 我上任后就非常重视体育发展 打造台北成为运动之都是我的使命 宇球馆的计划也一直在规划推进当中 目前我们评估最适合的场地 是北市科西基地的学校用地 借着这个感动时刻和大家分享 也很希望邀请林洋和我们一起规划和推广 这次为了庆祝林洋配夺金 创下中华队史无前例金牌208 限迪优惠期间 我们也特别推出狂乐大放送 体育局的部分 8月6号到8月12号 台北市12座运动中心 健身房以及游泳池入场免费 青年局的部分 8月6号到9月5号 直排轮场地半价 喷烟场地优惠价 青年局场馆使用费也半价 动物园的部分 8月5号到8月12号 两人同行一人免费 8月5号到8月12号和林洋拍照 可以到游客中心换礼物 限量1100份发完为止 8月9号持Yoka达成猫篮 一律半价 儿童兴乐园入场门票免费 星期五持Yoka达成台北捷运 不限扣款金额级次数 捷运公司与Yoka公司 每卡捐出1元 赞助于羽球运动发展相关团体 预计将捐出超过110万元 蒋湾也提到要在台北市 打造世界级的国际羽球馆 这项计划也一直在规划推进当中 借着感动时刻和大家分享 记者问郡台北不到 好 好 好